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保持了原汁原味 整车尺寸是5998×2100×2580 从尺子上不但看出来 它是一个细长型的车身 和欧美的这种房车是非常相似的 全车是采用一个全熏黑的样式 大尺寸的后盲窗设计 以及这种熏黑的外推窗 看起来都是非常酷的 这个轮毂它也是采用这种熏黑的样式 和整体的车身看起来是非常搭调的 而且它的运动感也体现出来了 车身外侧它配置相对比较有基础 带有一个手动的帐篷 还有一个LED的户外灯 下方是采用了电动踏步的样子 然后所以老人和小孩上车都是比较方便的 以及后方这里带有一个助水口 可以方便我们日常接水使用 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侧滑门 打开的时候是从头打到尾的 但是它是带有一个线位的功能 这个样子它是有一个分段式的这种关闭的方式 所以说也是防止在意外之中的车门会自动的关门 然后避免发生危险 动力方面这款防车室搭载了一台2.3T的材料放动机 匹配的是6AMT的自动变速箱 最大功率是109千瓦 最大扭矩是356米 而且纵观驾驶室的内部 虽然它和国产全顺底盘的尺寸相当 但是它的驾驶室看起来更加的宽敞一些 我觉得两个人坐在这里还是比较舒服的 同时主副驾驶座椅也带有这种可向后旋转的功能 也就是说可以打造一个私人的会客区的模式 那么全车也是配备着这种多功能的方向盘 以及中控的触控屏 可以方便驾驶员的喉气操控和观察 虽然说这是一款19年上盘 而且到现在行驶了2万多公里的一款防车 但是它其实整体的车的内部看起来并没有那么旧 而且刚才我进来这个车的时候 发现长度和我们一般建的这种B型防车不太一样 它给人的感官特别的长 这个过道就是属于细长型的 那么车内的会客区是采用了一个主流的双卡座 加一个大尺寸的拓展的一个桌板的这样的布局 同时主副驾驶座椅旋转向后 就可以形成一个私人的会客的模式 上方也提供了一个基础的吊柜 存放一些我们日常的物品拿取的时候也是比较顺手的 车内的高度是有一米九 所以在驾驶室的上方是带有一个这种翻盖的储物格 可以放一些我们的被褥或者是冬装 它这个尺寸空间也还不错 另外顶部还带有一台多美达的顶纸空调 可以调节车内的冷暖 厨房操作台的设计 它是这种翻盖一体式的台盆 带有两个燃气孔 下方这里还带有一个可拓展的小桌板 平时我们备菜在这里使用 下方还有一个布衣的储物袋 放一些其他的小物件 比如说遥控器或者手机充电线还是比较方便的 上方也有一个基础的储物吊柜 放着一些我们使用的锅板瓢盆 下方同时是带有这种多个储物抽屉的 拿取东西的时候也是比较方便的 而且它这个过道区 我觉得这个尺寸也是还不错的 在惠客区的后方 其实是预留了一个电视的这种折叠架 可以挂一台电视 然后这里带有这种充电的插口 也是比较方便我们后期的这种娱乐需求的 下方是一个雨伞的固定位置 放置雨伞或者一些这种细长型的物品 在里面也是不占有其他的空间的 整车的卫浴室 也是采用这种主流房车中比较常见的一个设计 就是这种推拉门的设计 平时的情况 它是一种半开放的形式 内部也提供了马桶 还有梳妆镜梳妆镜里面还隐藏着一个洗手台盆 这个设计还是挺巧妙的 也可以节省内部的空间 同时也带有抽拉车的淋浴花洒 可以满足基础的洗漱需求 厨房扫插台后方是一台133升的单开门冰箱 但是它的内部是带有单独的冷冻空间的 所以也可以满足我们日常一些分类存储食材的需求 上方的这个储物柜 可以放一些我们平时的包 或者是这种冬衣 放在这里 整体的空间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们这款房车的休息区是采用了横置双床的设计 最宽处是1米45 最长处是1米95 在同级别的B型房车中 这个床来说它是比较大的了 而且它这个下方预留的这种空间也是比较宽敞的 我给大家翻起来看一下 这个尾床的大也体现在它这个床板下方的储物空间 我们可以看到把这个床板上翻起来的时候 这个空间还是非常的宽敞的 不止可以放一些大件的行李 比如说咱们的这种行李箱 我觉得它可以放自行车啊 或者这种小型的摩托车放在这里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在这个床铺的两边上方呢 也是带有这种基础的吊柜 放这些我们平时换洗的衣物 拿取的时候也是比较顺手的 这款房车在电路上是搭载了3000瓦的逆变器 提供了420的锂电池 水路上是拥有110升的净水箱和90升的灰水箱 我觉得两个人使用起来 三到五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款当年在19年呢 它的价格呢加上选装以及上牌之后 所有的价格包含呢 下来呢是90多万 也就是说一个百万级的一个豪车了 现在它价格呢只要69万8 是不是感觉特别的超值呢 如果您想对这辆车有更多的了解 也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和我们分享 您的意见或者是建议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房车资讯和房车视频 请观众房车情报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